一年一度的康城影展 這個名字我覺得噁噁噁 也有人用鑫聲 鑫聲是說沒有人認識的 甚至稱不上是聲 因為聲的意思是說別人認識你 如果叫不到你的名字 只是覺得他的樣子有點面善 可能是查紀錄 是拍一些東西 那算不算聲呢 那就不知道了 這個其實 如果大家有留意康城影展 現在差不多已經是指定的動作 就是跟大陸有關 七出國際的東西 每年都會有一件物體 就會標其立意地走紅地毯 其實這次說的那件事 康城好像是第一天開幕 第一天就已經有了 但是內地傳媒也是 其實我也想說 但是也要先保持 因為通常那個影 搞事那個影 起碼也要回到兩天 健師哥 首先我定位你講的那個搞事 意思是這個人 電影 他真的搞事 他真的搞事 他不是無心 他想一些搞作 但是問題就是 就算你回到國內傳媒 國內傳媒起碼都要用一天兩天 去查一查 他把那個名字引出來 因為那個歌真的很難 是否說 恩聲都稱不上 恩聲都稱不上 每年都有一件 例如去年那件 我還記得叫什麼名字 去年那件叫徐大寶 去年那件也罵得很大 因為他穿了一個國旗 在身上 女士來的 全部都是女士來的 然後又吵了一段 今天都沒有人記得他 沒有人看到他拍過什麼 沒有東西搞到 例如說還有前兩年 前年左右 那個名字我忘記了 但我記得一件衣服 就是整塊窗簾布 很誇張 還有一年有一個名字我忘記了 就站在紅敵尖上 不走 不動 不走 那些食招走過來 就是麻煩你了 走 都不走 只要抬他才走 就是連年都搞出來 可能他一輩子都沒試過 在這樣的場合 和這麼多鏡頭 這麼多人看著他 所以是指定動作 很多前人做了 其實一年比一年難做 那今年那個就 用什麼招數呢 今年那個就降低 今年玩降低了 我真的不知道下年 大家可以放一些招數出來幫他們 他降低得來 好像還一降 很開心 露了 露了 還有一個鏡頭 其實他是 他是把兩隻腳抹開的 我就是露了 特意的 今年這個叫什麼 叫型小熊 他說他自稱參加過 第十八屆環球夫人世界大載 亞洲拳冠 環球夫人 什麼秀 環球小姐 我聽過環球夫人 是不是環球有大媽 中國老眼 第十八屆 即是他結婚了 環球夫人 即是他結婚了 我不知道 結果 我也不知道 所以 昨天就開始找到他的名字 有沒有片看 他跌的過程是怎樣的 片好像沒有 照片就有 稍後都有 是不是個個 朱雅狗 沒有邀請 都可以走紅地毯 這個問得好 這個我就清楚 因為我去過一年的 即是你走過紅地毯 我沒有走過紅地毯 其實走紅地毯 是有一張VIP票的 其實 告訴你 有沒有可以賣的 這個現象 其實已經是 其實如果你知道背後 其實也是挺骯髒的 首先那些 其實他們先學誰 從頭來講 其實有一個最成功的 就是走到今天 都還在走著 每年都走的 走到去年 還加入評審團 那個就是范冰冰 范冰冰大約是2010年 開始走 他那時候走 其實現在這班 全部都是以 以范冰冰為模樣 因為范冰冰 真的從未出名 就很勤力 走到今時今日 走到有人認識他 然後就加入評審 國際他認識 其實他那些很無聊 連連他都不知道幹什麼 今年也是這樣走 所以那個人就學他走 其實怎樣可以走 他有一張VIP票 因為那個就是 其實經常拍攝的 其中一個地方 那個就是 我不記得名字 類似叫做Grand Theater 那些手影 有些康城參戰的手影 或者參賽的電影就是在那裡 還有明星 記者全部都在那裡 所以那個Grand Theater 就是最多人爭取 然後走去 那些VIP票是來自幾個地方的 電影公司 還有就是每年的贊助商 然後他們全部是互派的 沒有實名登記的 譬如我記得范冰冰 經常找萊莉雅 萊莉雅就問他拿票 其實拿到就可以了 然後還有這些大媽 什麼環球夫人那些 他們怎樣呢 其實背後還有一些好 連連都有 然後整個康城 在康城影展的期間 其實晚上很多夜蒲店 那些電影 還有很多電影 那些老闆 工作人員 那些人全部都去了 譬如有發行商 發掘新星 那很多人其實 其實那些 那些VIP票 是發到碰街 都是 那些人都可以 然後晚上 夜店 然後就有這些 飛來晚 就走來 老闆 有沒有票 有沒有票 大家也知道 可能有些交易 或者是陪你喝酒 然後就拿票 拿到票 然後就來 還有一些渠道 就回到內地 內地就是一些旅遊公司 有些旅遊公司 就在某渠道拿到 然後就曾經有些傳聞 是這樣傳 有些買到幾十萬 幾十萬的 都有人買的 有些大媽 想著去抱一抱 但我又不太明白 那心態 其實不僅是刑小鴻走的 其實有很多不知名的人走 問題是你怎樣 怎樣可以吸引到記者 去拍你 報道等等 你扮杜其風 我覺得人家以為是真的 男人很難的 男人很難的 大哥 大導演國際級 大哥 賭Sir 這樣扮來幹什麼 我又不明白 其實你女生這樣走 大家如果不認識你 你又不是特別漂亮 我覺得她的樣子 就特別錶青 你其實拿妝不到鏡頭 人家也不認識你 但你的樣子不是錶青 所以我想她就想這條 要標期立二 服裝很重要 其實今年我覺得這件環球夫人 那件衣服 都算不錯 如果你看回以往幾年 那些 很漂亮 我只是擦大口 只有一個洞 去年那件衣服 嚇死了 那就是一支中國國旗 很救命 那為什麼這麼多年 走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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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冰冰可以走到一條成功路 其他的行李沒有人認識 有其他有其他出名的 譬如兩個冰冰 范冰冰 李冰冰都有行的 是啊 就是為什麼他們會成功 而… 運 他回去繼續有拍戲 有成功 只是走狂狂那些可能沒有用 那些可能 我誰知你 你是不是在環店那裡 做上烤鯉尼琳 我不知道 但是很容易發 他跌 Robot 在鏡頭拍到他很開心 哎呀 終於也是 絕對 他笑得很開心 哪有人會笑得這麼開心 很吊詭 卡卡聲笑 所以夏年又不知玩什麼 每年都不斷玩 但有機會炒回他的影片 看他怎樣跌 其實如果你去過很過癮的 因為整個康城有很多活動 例如會播放一些法國舊片 例如今年會播放高達 導演高達 很多其他不同的地方 但你會見到很多國內的不是明星 好像扮演明星一樣 經常走來不知無端端在搞什麼 他想做明星 90年代已經有了 我去過一年的 因為我擺部分 我那年去擺 其實他好像參展 譬如很多電影公司是賣版權的 我一年都是我的人生污點 我在環亞做過的 做過年多 環亞剛剛開的時候 什麼污點呢 我試過馬逢國做我老闆 然後賣什麼片 賣成龍的片 成龍就記得了 為什麼呢 因為那時候環亞一開檔 你自己還沒有很多片 然後適逢他針了嘉禾 嘉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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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周雲華 就把60套成龍的片 沒問過成龍 然後賣了 所有的right 就賣了給環亞 那時候我剛進去做 就是拿著60套成龍的片 就是賣right 成龍很生氣的 那時候 生氣到爆 我們不理他 我們就照樣賣 我記得我第一次去康城 他去過一次 就是去賣成龍的片 其實都學到很多東西 因為你挺有趣的 你拿著成龍的片 賣什麼right 賣火車的版權 譬如在火車店賣 那個年代就是這樣 譬如在酒店 餐廳 刷都很散 還有你賣有技巧 譬如有些人說 我想買成龍那套A計劃 即是指定點名 那是不行的 買一套不行 我們會打包包包 所以我會記得 譬如蛇形雕手 一套就不行了 起碼買五套 五套我們把張成龍的片 分成ABCGray 譬如一套A 搭兩套B 再搭兩套C 分ABCGray 即是我們自己分 即是以可觀程度 好看的 好看的 因為不然 整隻雕手 沒有人買的 師弟出馬 師弟出馬 沒有人買的 都不行 你比較舊的 就會想人買 所以我們要回答 你要買A計劃 只要一次過 我們只有這個包包 買五套 這樣 都挺好玩的 其實通哥 昨天Coco也好 在網上 放一些舊的娛樂新聞 其實都關於另外一個天王巨星 是的 當年劉德華有個天王巨星 因為最近他又好像出來接受訪問 楊麗娟 當年他當正劉德華 或者是他老公 去到哪裡 跟到不得止 很追星 上台 含情密密地對著他 也不停地要求劉德華那邊 單獨跟他見面 會面 其實類似這樣的風雲粉絲很多 不過為什麼這個新聞 當時這麼大的新聞 因為他爸爸的一個舉動 圍書其實是很震撼的 整件事都是震撼 整件事都是震撼 在尖東海旁 大家應該都記得 跳海 他爸爸自殺 寫下了一封七頁子的圍書 沒有記住 他說 當然了 他的女兒有些憂心 不開心 另外他有些怪責 就說劉德華為什麼 這麼狠心 不見他的女兒 當然了 滿城風雨 這新聞就罵到熱烘烘 最近又出來了 傳聞就追訪他 就說 喂 你現在在做什麼 還沒有這麼喜歡劉德華 他說現在生活很坎坷 兩母女相依為命 租屋住打份散工 站在櫃檔買東西 其實很低收入 他說他月入2000元 現在正常 如果基層人士大約看到 現在2000元 你在深圳生活不到 遠一點就可以 如果深圳 最低限度5000元左右 2000元其實已經很難生活了 很難生活 還要跟媽媽一起 我也不知道怎麼生活 他就跟媽媽一起 他就說媽媽就睡廳 睡房間 可能只是一房單位 另外有些人問他 喂你做什麼 我喜歡說他沒有 我現在不看那些東西 不管那些新聞 我不想再想這件事 已經搞得很不安樂 不是喔 但他還有補充的 問他自己沒有做錯 他說自己沒有做錯 我覺得他反省很有問題 中人有什麼問題 最後就沒事了 我喜歡他 他還有一個態度 就是他今天還想見劉德華 要問一下他 為什麼你要這樣對我 他覺得是劉德華錯的 其實他爸爸的自殺 當年也是 我記得 全大陸都沒有人同情他爸爸 因為他那份遺書 是很畸形的 我不記得他爸爸說 劉德華 我們家人當了你 我當了你家人 我女兒當了你 你見到有什麼大問題 為什麼不見 什麼什麼 央視又叫你安排你見 你又不見 什麼態度 現在搞到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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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了家當 樓又賣了 我現在死給你看 真的很奇怪 那時候說出來也沒有人同情他 沒有沒有 對於一個幕前人來說 這件事挺難處理的 因為他真的令到很多人為了他 神魂顛倒 又或者是經常當正他是老公 劉德華罵過他 劉德華罵過他 說他是不忠不孝 那時候 或者那間公司 曾經出過一些宣傳 如果歌迷用不正常不健康的方法 跟他見面 他絕對不會理會 其實最後都見了他 最討厭的是 就是剛才所說的不忠不客 他又有很多 風開床 他又馬上飛上台 那次是特別安排的 但是楊麗娟後來又說 他說現在店員 他剛才訪問也有提 他說 我不覺得那次 Wil德華又見我 因為 如果 劉德華不和我聊天 只拍了一張照片就離開了 他想要什麼 他單獨有一間房間 可以拖著紅酒Candle Light Dinner 拖手 大家抱抱一抱一抱一抱 最基本是燭光不晚餐 歌迷或者粉絲可以一萬個要求 但對於天王巨星或者明星 他怎能滿足你們的要求 人家也有老婆和女朋友 還有柳德華也不是做陪伴 你不要一廂前說我喜歡你 你就要這樣 最奇怪的是爸爸媽媽陪伴他一起瘋 這個柳德華現象其實挺有趣的 例如在國內 你是香港人 經常在中港兩地遊走 其實很多人都可能遇過 例如你去捏腳 打骨 或者吃飯和服務員熟了 他知道你是香港人 通常都會有一個問題問你 問你劉德華先 有什麼要在香港和姜郭劉德華 我經常回答 有時候我說沒有 有時候看心情 有又怎樣 劉德華 他覺得香港很小的 你們經常都會遇到 有兩個問題經常都會問我 問你有沒有遇到 你有沒有遇到 我真的有遇到 我遇到張榮天偉街 是會遇到的 有時候真的會遇到 有兩個問題經常都會問 就是問你有沒有遇到劉德華 還有就是問銅鑼灣是不是有很多古話仔 銅鑼灣很危險 有沒有陳浩南都有人問過我 是呀 是呀 很過癮的 這個就是把電影的世界和現實混合 他就把歌星和自己的老公混合 當了自己的老公代入 有時候都要抽離 抽離不到很辛苦 有呀 我也見過一段YouTube片 分析香港的黑社會架構 是國內的 第一位就是熊興 是銅鑼灣話時興 很多人有一段時間 真的覺得銅鑼灣是很不安全的 甚至他們的心態 覺得如果來香港旅行 去銅鑼灣是要小心 很正常 第一次看白沙 看完之後人們不敢游泳 是不是 入了腦 哪有這麼多沙雨 但人們看完之後不敢游泳 就是這樣 在死的地方 across 那天 不會 他認真 是 很無敞 但是